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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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一台呢 Mustang其實比第一名的還要好看 我也覺得 是不是 從車頭看起來就不一樣了 為什麼它沒有得名 只是最佳人氣獎 你看它吞噬露面的車頭 它外觀改得非常的好 你看它的碳纖維引擎蓋 這是客製化訂做的 很用心耶 水箱護照沒有人看過這一款的 對 講到這一個我就想到 Lasers的仿錘 仿錘型的水箱護照 這是鏘來的吧 這是一種創意 它是手工打造的 而且上面還有一些塗裝 不錯耶 仔細看它的細節 好立體 很漂亮 它不是只有造型 它裡面有花紋 然後再搭配它的呼吸燈 這整個車頭的感覺 真的是讓人耳目一新 所以它的連頭燈的部分 都也有改裝 對啊 我覺得一直到車頭部分 應該是完勝 剛剛紅色那台Mask 對 不要說完勝 它的這個風格大家看了都喜歡 但是它的內裝沒有改裝 所以內裝走原汁原味 它只有改外面的部分 它只有改外表 那可是比賽 內裝也是評判的分數之一 影響也有改嗎 它影響也有改 也有改 但是內飾的部分 內裝都是維持圈圓長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 這台車也是小旅改的嗎 這台不是 這台不是小旅改的 還好不是 那前面給人家偷雷射死的 反正 我看到一個重點 沒錯 它偷Lamborghini的東西對不對 有加分 上面有寫 藍寶基尼的側燈 還有藍寶基尼的流水尾燈 可是那是真的Lamborghini 還是只是做 沒有 那是想辦法去做到 看起來像那個感覺 這全部又是手工製的 所以它是 Type Q Type Q Type Q 我那個Type Q 如果留下來的話 應該也算是很不錯 我們這是一種結合 你的是 變形結合 對 所以其實我們從這個細節上面 可以看得出來 它真的只有剛剛什麼 藍寶基尼的雪窗 它也給人家拿來了 對 那很漂亮 這也是加分到 講到那個雪窗 是我最近看到很多 Mustang比較喜歡的改裝 也就是說 我可能整台車 都不是那麼的重度 但是在這個雪窗部分 都有很多Mustang的車主 做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那個一上去 看起來就有跑車的感覺 對 所以我那時候 我記得看到評分表說 蛤 窗戶 窗戶可以改裝 原來就是指在這一塊 對的 窗戶可以改裝 對 就是它那個 小三角窗的地方 做一個這種百頁窗的造型 我覺得這個就是 改裝非常耐人尋味的韻味 在那邊 所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就是讓它漂漂亮亮的 對啊 就是擦了一點 就是沒有擦上翅膀 真的 有沒有 永遠可以讓它飛起來 但是因為查刀門 就很像翅膀了 沒錯 它也算是評選的內容之一 當然啊 當然啊 可是我一直在想說 如果它那一裝也升級的話 跟那一台紅色的話 請問裁判你要怎麼辦 我看到兩位車主都在那邊 我們照著規則書判 該給分就給分 所以如果它內裝也升級了 那它無用之一 這一次它會成功 喔 還是因為它一樣養了三隻小豬 然後中間還沒有 第三隻還沒養分 兩年後 這個 那個裝就可以完成了 對 怎麼那麼辛苦啊 那一會兒 因為你也沒用到 一個火箭的 有個火箭的 十字幕製作詞 一天 二天 一天 一天 二天 一天 兩天